穿梳后我拥有了铁饭碗 前脚考边上岸 后脚穿成不学无数的恶毒女配 被小花女主拉着参加学习综艺 作为对照组 提及学习 女主满脸荣光 架什么豪门 女孩子学有所成才是最重要的 采访我时 我实事求是 考边上岸 我想有个铁饭碗 众人哄堂大笑 后来女主架豪门当天 我带人去查睡 网友笑不活了 这脸打得啪啪的响啊 穿成不学无数的恶毒女配后 我怒了 老天爷你不厚道啊 前脚我考边上岸 后脚你老让我穿越 穿就穿 还穿成女配 哼 女配是吧 就算是女配 我也要活得比女主闪亮 还有 是谁规定 女配一定就恶毒 在外人眼里 我伤睿张扬 恶毒 处处给女主送书使绊子 越脸贴男主木白的冷屁股 这不 送书为力破我和他是死对头的传闻 硬拉着我参加学习综艺 力破传闻是假 让我出手衬托他多高节是针 好一朵盛世白莲花呀 把我当参照物 哼 解可不是昨天的解了 当主持人问宋书的特长事实 他温柔一笑 道 我其实很笨的啦 只会读书学习 不像伤蕊 唱歌跳舞弹当琴都学过 内涵我不学无数 我也没急着澄清 即便是澄清 一时半会儿也没人信 面对镜头 我稳得一批 无论节目组给出怎样苛刻的学习任务 我都会耐着性子一一完成 而且 背书还比他快半个小时 宋书看着我 微笑着道 没想到 泽泽认真起来还蛮认真的 您是没话夸吗 我耸耸肩 表述无奈 没办法 书背完了才能唱歌跳舞弹钢琴啊 谁让我热爱呢 宋书嘴角一抽 差点没翻脸 节目一播出 网友轻易色评论 商蕊还是有些聪明在身上的 以前是我小瞧他了 难怪聪明的人什么都会 何止聪明 还很优秀好吗 不行不行 我要黑转粉了 宋书慌了 连夜开直播押高考作文 证明自己的学霸人设 真压假压我不关心 我只关心自己做高考卷子 能得多少分 这不 我直播刷题呢 网友监督 一张桌子 两支笔 两张草稿纸 面前摆着高考卷子 开写 一页过去 我卷子写完后 就贴在微博让网友判卷 不多不少 整整六百分 评论 这不比隔壁嘴炮强多了 这解释真做呀 牛批 他都毕业几年了 还记得高中知识 学霸呀 请接受我的膝盖 什么学霸 明明是学神好吗 笑死 抹一压的提一个都没中 就喜欢这几人 很话不多的镜头 不管了不管了 商睿才是我的偶像 大概是宋叔也知道 自己自讨了的没趣 还是给自己找不 我只是想证明 我们女孩子学有所成 并不是为了嫁进豪门 而是为提升自己 我们来到世上一遭 要为理想轰轰烈烈活一次 当镜头给到我时 问 请问商睿 你这么努力学习是为什么 我答 考边上岸 我想有个铁饭碗 作弊 笑死 讲真 就这点本事 真不配当我的黑粉 很好 宋叔在我的刺激下 开始令人设了 而且还跌起了buff 今天搞个优美作文 明天搞个英文的自我介绍 后天拿出了奥数加分题 他的粉丝在下面夸得也很卖力 我家小叔叔真厉害 学习全面开花 这才是真学霸 不像隔壁作弊考试600分的那位 可不是 都当我们大家没经历过高考 瞎子呢 高考600分很厉害吗 反正我前世高考试713分 什么状元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想搞编制 我从早上8点直播到晚上9点 除了吃个饭之外 全部都是在做题 做试卷 考研我都只需要三个月 考编制 也三个月没问题吧 我的直播间 成了大型的学习打卡点 一些黑粉之前 还兴致勃勃地来炸我评论区 说我装的 并且看我装到什么时候 可半个月后 我的资料都做完了几查 他们发现我真是黑无可黑 然后就黑短粉了 时不时的 还帮我对一对新来的黑粉 我 大可不必 庞庞牧师集团 唯一的继承人 也是我青梅竹马 只是很可惜 不爱原主 我低头看着自己 凹凸有质的身材 吹弹可破的皮肤 看比巴比娃娃的精致五官 就是单看镜子 我都会爱上自己的存在 这么好看都不爱 木白设瞎子 我扭头看着边上 穿着白色连衣裙的送书 容貌清秀 有些洛柳浮风的娇羞 妥妥的白莲花本花 确实让人有种 想要联系的感觉 嗯 完全不在一个赛道上 果然 木白在看到宋叔的那一刻 冷漠的眸子松动了 宋叔柔柔弱弱的开口了 木白哥哥 你好 我叫宋叔 我笑死 他不是不叫豪门吗 这眼巴巴的神色 当别人瞎呢 木白感兴趣的看着他 你叫宋叔 嘖嘖嘖 宋叔桌前放了一块 超大写着名字的名牌 你是眼瞎吗 宋叔脸颊泛红 面露娇羞的站起身道 木白哥哥 你坐到我的位置上来吧 我去角落里坐着就可以了 不然 雷雷没和你坐在一起会生气的 我 木白一脸不悦地看着我 商睿 你不要站在家里有钱 就欺负别人 我莫名其妙了 欺负 我连一句话都没说好吧 怎么还能乱给人扣帽子呢 木白成了张脸 你现在和宋叔道歉 我就原谅你 我白了他一眼 没好气的 有病就去看医生 这男主不仅仅是眼睛瞎 脑子也有问题 宋叔咬了咬嘴唇 一脸委屈 雷雷 你怎么可以骂木白哥哥呢 他为人正义 富有爱心 从不仗势其人 他不过是 看到我受委屈 所以帮我说话 我不许你诬蔑他 瞧瞧 这就是白莲花的气质 一句话就拿捏住了霸总木白 只见他眼神里 满是遇到自己的感动 木白怒视着我 商睿 我警告你 以后不许你再欺负宋叔 不然你等着好看 说完 拉着宋叔的手 就往角落空位走去 excuse me 这就是玛丽苏霸道文 忽然 我记起小说里这一幕 也曾发生过 当时圆主就给了宋叔一巴掌 然后木白给了圆主一巴掌 最后节目播出 大家都说 圆主是个心狠手辣恶毒的女人 各种踩着圆主夸赞宋叔善良大度 真TMD离谱 我还是离这对男女主原点的好 节目组举行了脑力大赛 宋叔自信道 我最喜欢数学了 平时无聊都是玩数读消遣的 大家都说女孩子数学逻辑思维不如男生 待会我就打破你们的固有观念哦 这句话引起了在场不少女生共鸣 疯狂鼓掌 木白眼神里满是欣赏之色 主持人也露出了赞许的微笑 六个面的图案都不一样 有多少种张开方式 宋叔秒按铃 抢答道 又是六种 主持人暗示 你再想想 宋叔一脸堵定道 这题考的就是思维逻辑 摊开就是了 我懒洋洋的转着笔 吃笑了声 哪有那么简单 然后缓缓解释 开始就是四个面 然后再加上六个面 四六二十四 二十四乘以十一 一共是二百六十四面 主持人惊叹道 三十秒就算出正确答案 商蕾你很聪明 我微微一笑 嗯 我平时看完书 差不多跳舞弹完钢琴后 就玩一下数读 宋叔脸上的笑容 有些挂不住了 木白你能拧唇 我谢道 商蕾 你别以为 这样就能引起我的注意 我 你真是有什么大病 节目播出后 不少粉丝开始叫我最强大脑 哈哈 我哪有那么厉害 但被夸赞还是开心的 结果在家直播后 还是有宋叔的脑残粉 在下面黑我 不就是逻辑思维强一点吗 有什么好吹的 嘎不嘎 有本事和我连麦来飞花令啊 那才是要真本事的 我没偷一条 还有这种好事 直接连麦过去了 黑粉很惊讶 你真敢和我玩飞花令 我很厉害的 都上过电视 我柔柔发酸的搏梗 微微一笑 能有多厉害 你出题吧 黑粉挑衅道 那要是你输了 你就承认宋叔是最厉害的 我汗手 那要是你输了呢 那就露个脸 当面和我说我是你永远的神 顿时 气氛就热闹了起来 直播间人数也从三千涨到了一万二 还在疯狂近人 有谁不爱看八卦和热闹呢 黑粉出题 说出带柳的诗句 这也多得很 我压根不用想 黑粉一句我一句 最终接了三百多句之后 我以一句很小众的一话课成金古道 柳涵春意短长听影了 黑粉认输了 他也愿赌服输开了视频 当他露脸的那一刻 直播间的粉丝们直接炸了 卧曹 这谁家的美少年啊 要不要这么帅 我不由得也咽咽口水 这少年确实有点好看 俊美少年有些羞懒 商睿 你是我永远的神 我玩耳一笑 忍不住逗逗他 小朋友 你成年了吗 俊美少年的脸刷得红了 目光也有些躲闪 成 成年了 我又笑着问他 有女朋友了吗 俊美少年摇头 乖巧道 姐姐 我还没有女朋友 弹幕上全都是疯狂的嗷嗷 都是一群LST 我打个哈欠岛 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了 我要下了 俊美少年有些不舍 姐姐 这么早你就下播吗 不学习了吗 我轻笑了声 我学习完了 要去唱歌跳舞弹钢琴了 但幕全都是哈哈 挂直播之前 少年还羞涩的跟我说句 姐姐 很高兴连到你 哟 现在的黑粉还挺有礼貌的 一定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 挂了直播 穆白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怒火中烧 商睿 你为什么又要欺负宋叔 我做什么了 我收拾试卷的手一顿 难道我刚刚直播做试卷 做错了 你还不承认 穆白咬牙切齿道 刚刚宋叔看了你的直播后就哭了 我怎么问他都不说 你还敢说不是你欺负了他 我终于反应过来了 顿时无语得急了 我直播都没提过他的名字 怎么欺负他了 穆白压根不听 商睿 你果然还是这么恶毒 以后我不会再理你了 听着电话里的盲音 我怒了 翻手重播了过去 穆白冷哼了声 得意道 你现在知道错了 只要你和宋叔道个歉 我就原谅你 我直接火力全开 当你的大头鬼呀 你家是没有镜子还是没有水 也不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 还原谅 以后你有病就去吃药 别多打电话了 神经病 骂完后 我直接把电话挂了 我妈看着我脸色不好 问 伦伦啊 你是不是和穆白吵架了 我回到被狗咬了 我妈 当天晚上 我怒作石套试卷 整个人神清气爽了 果然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炎如玉 远离男女主角的这俩 傻叉很重要 第二天直播的时候 想来狗早早就上线了 在弹幕上打招呼道 姐姐 我陪你一起学习啊 我没理他 开始做试卷 谁都别想影响我考编 现在我直播间 俨然成了学习打卡圣地 还有人在下面提问的 真有人帮忙解答 人气稳定在三万左右 宋叔急了 因为他天天花样学习 但直播间的人越来越少 于是申请和我直播连线 我同意了 宋叔一身粉红色的吊带 脑袋上还带着个兔子发菇 甜甜的和我直播间的粉丝打招呼 嗨 大家好 我是宋叔 很高兴在这里看到你们 我直播间里的粉丝 都是认真来打卡看书的 就个别粉丝细细拉拉的 和他打着招呼 宋叔撇着嘴 有些委屈道 大家怎么都不理我呀 是不是有人说了 我的坏话 来我直播间直散骂怀 这时小奶狗解释道 不是哦 姐姐的直播间 是正经的读书打卡直播间哦 不闲聊的 大家都在安静地学习呢 这就是大实话 可是听在了宋叔的耳朵里 就是在讽刺他 于是他脸色惨白 眼泪汪汪道 为什么要这么羞辱人 就因为我直播间人少 所以你们就欺负我吗 我也在很努力地学习啊 你们凭什么这样 小奶狗发了几个点 表示无语 我也差点被蛋糕给噎住 这什么脑回路 木白连麦过来了 我刚想拒绝 结果不小心点了接受 木白愤怒道 商蕊 我早就警告过你 不要欺负宋叔 你不要以为我们一起长大 我就会一而再地原谅你 事不过三 再有下次 我让你好看 说完 就和宋叔一起下线了 留下了一脸莫名其妙的我 小奶狗惊恶地发了弹幕 他们两个怎么感觉脑子都有点问题 我谁有同感的点头 真是无望之在 直播间的粉丝炸了 你们有没有觉得 宋叔是会点茶意在身上的 哈哈哈 楼上你说什么大实话呀 难道只有我觉得 不止宋叔会茶意 这个什么总裁跟神经病似的吗 笑死 贴贴我们家蕊蕊 做题做题 球期末飘过 外界的活动都没有办法影响到我读书 当然 除了上综艺录节目以外 本来以为宋叔经过上次闹剧后 看到我应该会躲得远远的 结果 他居然主动来找我 还拉着我的手 商劣 上次直播间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吧 我没关系的 我们还是好朋友 还一副原谅我的表情 我看着边上的摄像机 轮轮一笑 你是指上次直播间 你冤枉我的粉丝 瞧不起你的事情吗 宋叔嘟着嘴 有些委屈 你的粉丝都好没素拽 都什么面带了 穿衣服自由了 我不过是穿的吊带 就说我不正经 一句话 就带偏了舆论方向 当时的确有人带节奏 可他明明说 别人羞辱他 还真会避重旧情 有人就开始打拳了 女性有穿衣服的自由好吗 只要自己舒服 想怎么穿就怎么穿 怎么有那么恶心的粉丝啊 穿吊带 哪里不正经了 有什么样的粉丝 就有什么样的主播 以前我还挺喜欢他的 现在粉转黑 我们支持宋叔 人美心善 这才是真的大女主 宋叔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操纵舆论是他的长相 我抿了抿唇 刚想开口 穆白就走了过来 眉头微醋 一脸不爽 你怎么在这里 宋叔搂着穆白的胳膊 撒娇道 穆白哥哥 你误会商蕊了 虽然说他的粉丝们 做的事情确实很过分 但是商蕊肯定不是有意义的 这些天 他也一直在努力地学习哦 天天都是在做试卷 肯定是有意义的 说完 还故作娇悍地看着我 蕊蕊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这颠倒黑白的能力 强啊 我刚准备开口 边上就想起了熟悉的声音 你能说人话吗 怎么奇奇怪怪的 我一句都听不懂 在直播间 我压根都没有注意 你穿什么衣服 哪里来的 你穿什么不正经吗 你的学习直播间 我也去看过 你天天穿着短裙跳舞唱歌 是你的自由啊 没有人说过你啊 姐姐在考工 肯定是要做历年来的试卷 不然做什么呢 条理清晰 句句正中要害 说了宋叔脸都白了 木白眉头微醋 你是谁 京城都要抖三抖 顾颖怀有些紧张地看着我 姐姐 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 我一直想和你解释 但你不停地做试卷 我摸了摸鼻 她确实好几次 都想和我说什么 但我嫌烦 怪不得跟我申请连线 原来是有点东西 在身上的 她竟然也来综艺了 顾颖怀是新来的特邀嘉宾 实际上是花了三百万投资 才进来的 我好奇地问 你来干嘛 顾颖怀清澈的眼神中 全是毫不掩饰的喜欢 姐姐一个人在这里很孤单呀 所以我来陪陪姐姐 我眨眨眼 学习怎么会孤单呢 顾颖怀怀母嘴 是以我看着边上 都贴在一起的两人 宋叔在言末 穆白在拿着毛笔画画 画面很唯美 我吃笑了声 救他们 我一个人单挑25个 说着 我就撸起袖子 准备言末 顾颖怀伸手拦住了我 姐姐画画 我给姐姐言末 一口一个姐姐 谁顶得住啊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这句话我验证了 是真的 顾颖怀很会来世 不但会研磨 还会递水 还会捏尖 还会讲笑话 三个小时的作画时间 我第一次不嫌长 今天请了国画大师来鉴赏 在打分阶段 宋叔神色得意道 穆白哥哥学国画十年了 画的梅花 比画廊里的还好看 这次拿第一名肯定没问题 大屏幕此时也放着穆白的画 确实画得不错 有大家的风范 国画大师摸着胡子点头道 非专业人人能画成这样 真不错 穆白嘴角上扬 接受着众人的吹捧 顾颈怀扎嘴 不屑道 就这样吗 他没有姐姐画的一半好呢 我谦虚道 我也没画的那么好了 宋叔眼嘴轻笑 蕊蕊 你就别开玩笑了 你之前又没有学过国画 华众取宠会被大家笑话的 穆白神色不屑地扫了我一眼 我喊给了他的大白眼 顾颖怀不乐意了 那我们来打个赌 如果姐姐画得更好 你们两个就当着大家的面说 我姐姐是你们永远的神 他是会玩尬的 宋叔毫不犹豫地点头 但如果蕊蕊输了 那他要当面向穆白哥个道歉 并且退出节目组 这么不公平的条约 我点头答应了 然后挑衅地看着穆白道 你敢不敢 穆白双手插兜 我有什么不敢的 只要你待会儿别耍赖就行 我冷笑一声 装逼谁不会啊 很快就轮到了我的作品 栩栩如生的梅花路正在低头喝水 边上是大气磅礴的高山 光一镜上我就吊打穆白的梅花 更何况 细节方面我也勾勒得很好 没穿越来之前 我可是代表过市里 参加过国画大赛 拿尔金奖的存在 国画大师惊呼道 这居然也是参赛作品 了不起啊 了不起啊 这造诣水平 没有个二十年都不行 这是哪位参赛嘉宾 这天赋比我还高啊 有没有师父啊 看到我行不行 好端端的一个普通比赛 硬生生成了认识现场 我微笑着 接受着所有的赞美和荣誉 顾颖怀站在旁边 笑得比我还灿烂 宋叔看着我的话 站在边上脸色惨白 要不是在节目中 估计能直接把桌子都给掀了 顾颖怀提醒到 穆白 宋叔 你们输了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宋叔咬着嘴唇 面露尴尬之色 穆白皱了皱眉 这是你画的 我吃笑了声 想耍赖 不想旅行赌约 宋叔装得可怜 委委屈屈地道 我们刚刚不过是开玩笑而已 又不是旅行赌约 你这么多都逼人干嘛 我被这无耻的话语逗笑了 双手一摊 无所谓道 没关系 不想道歉就不道歉 毕竟脸面是你们自己的 反正他们今天面子都丢完了 宋叔立刻接话 我们本来都准备履行赌约的 既然你自己说不要 那我们就不说了 顾颖怀直接脱孔而出 卧槽 好不要脸啊 宋叔眼泪汪汪 你怎么可以骂人呢 明明是他自己说的嘛 穆白神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似乎没想到我这么大度 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大度 只不过没想到 他们是真的不要脸 我伸手拍了拍 要欺诈了顾颈怀 笑了笑 别计较了 公道自在人心 这一波我好感度拉满了 粉丝们评论 卧槽 商务格局好大哦 国画最能反应一个人的内心 能画出这么好画的人 心思能坏到哪里去 宋叔和木白脸更黑了 他们也没想到 搬起石头砸的竟然是自己的脚 如今我特别火 宋叔的粉丝坐不住了 他粉丝找了半天 我也就高考刷题600分 有一定的争议了 于是 这次节目组出了个难度和高考 差不多的试卷来突袭 让节目组热度更上一层楼 宋叔拿到试卷有些猛 我则是曹高指一摆 开始直接刷题了 题做到一半 我没偷一挑 主持人 第三题的第四小题 出题不严谨 答案有两个 顿时 考场上的同学齐刷刷地看了过来 宋叔这次没有蹦得出来 而是咬着笔尖 有些怨恨地看着我 而木白看我的眼神更加复杂了 这次 没有人质疑我了 这就是真实力 考完后 我考了691分 顾颖怀考了673分 宋叔481分 木白413分 这真假学霸 一目了然 录制结束 木白拦住了我 一副施舍的语气 商蕾 你今天表现不错 宋叔看到这一幕 顿时脸色就垮了下来 我直接无视了 直接往门外走 而顾颖怀也顺势跟上 资料做完了 要补库存了 学习使我快乐 有人曾说过 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 就是学习 是真的 只要努力就有回报 我顺利地拿到了 报考岗位比试的第一名 只要面试成功我就稳了 综艺节目也终于快要结束了 少了一方面的压力 因为已经鄙视过了 所以我如今有大把的时间 能折腾自己了 逛街 做发型 化个妆 看着镜子里 一袭红色长裙的美艳女人 怎么越看越好看呢 正在我美滋滋地 欣赏我漂亮的小脸蛋时 宋叔换完衣服出来了 他刚好也是一袭红色裙子 不过 他容貌有些寡淡 撑不起来 真是没想到逛个街 都能遇到他 他别嘴 人员 你怎么这么喜欢模仿我的穿着 我摆弄着大波浪 吃笑了声 你平时的校服呢 怎么今天没穿出来 宋叔对我对的脸都白了 呼得又抬起了下巴 一脸高傲地看着我 你以为模仿我就能嫁入豪门 你做梦吧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身上的裙子 简直跟我没得比 这时顾影怀换好衣服过来接我 他最近很喜欢黏着我 甚至打着学习的旗号 眼睛都快长在我身上了 姐姐 你真好看 宋叔比一道 还说不想嫁入豪门 我今天好看吗 穆白敷衍道 好看 顾影怀发现我一直盯着穆白的背影 有些吃味 姐姐 他就有那么好看 我这才回过神来 什么好看 顾影怀疑惑道 你难道不是在看穆白吗 我笑了笑 他有什么好看的 在小说里面 今天可是发生了重要的事情 人主因为长时间没有学习 所以在综艺上 最后一场期末考上作弊被发现了 不但名声受到了损害 而且导致家族公司被舆论攻击 生意也一落前涨 穆白也向宋叔隆重地求婚了 他成了人生赢家 这时 我看着边上眼神清澈又愚蠢的顾影怀 忽然我才想起来 他不是宋叔的谜弟吗 但他好像从来都没有护着宋叔 顾影怀被我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休懒道 姐姐 我今天是特别帅吗 我眨眨眼 景怀 我问你个问题 顾影怀立刻神色认真 且严肃了起来 姐姐 你说 我舔了舔嘴唇 问 你不是宋叔的粉丝吗 顾影怀急忙解释 不是 我才不是他的粉丝 之前冒充他的粉丝 就是想让你注意到我 我 原来顾影怀无意间在电视里看到过我 觉得我很漂亮 恰好又在直播间刷到我了 但发现送礼物 聊天 我都不理他 于是 他就想着用黑粉吸引我注意力 好的 这些小朋友是会玩的 最后一期综艺开始 这次期末考试 看到试卷我就知道稳了 不过 宋叔眼色不好看 试卷翻来覆去的就没动笔 这段时间 他也没学习了 而是每天给木白做便当 感情那是匆匆的往上涨了 我第一个交卷 第一个满分 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虽然只是个学习综艺 但是节目组还是请了一位 赫赫有名的教授 来颁发毕业证和奖状 就在要领奖的时候 宋叔拦住了我 他抿了抿唇 低着头问我 你可以把这次颁奖机会让给我吗 我愣住了 什么 宋叔脸色有些难看 却也还是重复了一遍 压低声音解释道 我妈妈很喜欢这位教授 当初我参加节目的时候 答应了妈妈 一定会拿到他的奖状和证书 反正这奖状对你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第一次见他如此 第三下四个说话 在原剧情里 他是众人重心捧月的存在 考试拿了第一名 顺理成章的拿到了奖状 得到了所有人的赞誉 而这次 所有的光芒都在我身上绽放 我微微一笑 宋叔 你可真喜欢到了绑架 我凭实力获得第一名 凭什么要让给你 宋叔脸色不悦 你怎么这么自私 说着 他眼泪素素地落下来 好似受到了天大的委屈 你以前根本就不看书 这次突然考这么好 也不过是看不惯 木白哥哥对我好 所以故意挑衅 就是为了让我拿不到奖 你只是为了引起 木白哥哥的注意力 就要抢走我妈妈对我的希望 商睿 你不觉得你这样很过分吗 我顿时气笑了 宋叔 你还记得你当初说过的话吗 你说你想证明 你还学有所成 并不是为了嫁进豪门 而是提升自己 来人世间一遭 要为了理想轰轰烈烈活一次 可你现在呢 满脑子里除了木白就是木白 当初那个努力学习的宋叔 哪里去了 坚韧不拔的宋叔哪里去了 你这次没拿奖 是因为你没有好好学习 和其他任何人都无关 都说得这么直白了 可惜宋叔还是没听懂 立刻跑去和木白哭诉 木白大不留心地朝我走了过来 眉头微醋 有些不悦 商睿 不过就是上台领奖的机会而已 你让给叔叔 当初要不是他拉着你上这个综艺 你也拿不到这个奖 本来就是属于他的东西 你让给他也应该 我双手还胸 仔细地打量着他 他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 把这么不要脸的话 说得这么理所当然 我压着脾气道 这是我凭自己本时拿到的奖项 和他有什么关系 木白冷声打断我 眼里满是不耐烦 你本来就不学武术 就算拿下这个奖项 对你来说也没用 你不过就是想吸引我注意力而已 如今你已经做到了 反正都是为了我 听我的话 给叔叔又怎么样 说着 他还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 原书上是写过 只要木白开口 原主就会毫无原则地答应下来 我和以前一样对你的 接着眉头又猝了起来 好似很勉强道 我每周末晚上有空 你可以给我送便当过来 其他的时候不要来找我了 我像看傻逼一样的看着他 有病就去看病 实在没钱我也可以给你 但麻烦你去看看脑子 被这么公开羞辱 木白是真的生气了 他脸色发黑 尚蕊 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以后别想要我理你 说完就拉着送书的手扬长而去 站在边上的顾颖怀眼睛发亮 姐姐 你不喜欢木白了 我敲了他的额头 以存心恶心我呢 顾颖怀笑得嘴巴里也到尔后跟了 教授亲自给我颁奖的照片和视频 在网上发酵了 我才知道他原来是清北大学的副校长 身份确实很有逼 粉丝们成了个学习小组 天天来我微博下打卡 还亲切地叫我学神 而我的事业也开花了 面试成功 上岸成功 我开开心心地带着小弟顾颖怀 去酒吧庆祝 恰好 遇到了木白和宋叔 刚想换的地方 木白就大不留心地朝我走了过来 拢得拉起我的手就往外面走 被看似人畜无害的顾颖怀拦下了 木白只能低声道 商蕊 我们谈谈 看着急忙慌追过来的送书 我淡淡道 要说什么就在这里说吧 木白有些不高兴地凑着眉 沉默的半赏还是缓缓开口 商蕊 恭喜你 你赢了 我承认你的欲情故纵起笑了 这两天我都在想你 虽然你现在的脾气比以前大了 也不听话了 还喜欢发脾气 但没关系 我会尝试着去接受的 我后退了几步 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什么输赢我根本不懂 我脾气怎么样 也完全不需要你去接受 还欲情故纵呢 木白自信一笑 蕊蕊 手段用多了就没意思了 这些天你一直在模仿叔叔 不就是想引起我注意吗 我是小看你了 你不是一直都想和我结婚吗 我答应你 我被他的迷之自信给整笑了 木白 你知道什么叫蒲信南吗 木白威露出了霸总的微笑 我知道 就是普天之下最值得信任的男人 公司不少女生都这么夸赞过 我 六 我做的一切从来都不是吸引你的注意力 因为在我眼里 你和普通的路人甲乙丁丁一样 所以 希望你能认清自己的位置 不要再来找我了 真的很晦气 木白气得后槽牙都咬碎了 留下了一句狠话 商睿 你会后悔的 宋叔急忙跟得出去 故隐眼睛闪闪发光 递给我一杯酒 姐姐 你刚刚贼帅 我来敬你一杯顿时 我笑夜如画 帅不帅 倒是次要的 只是真看不惯蒲信南这么招摇 双喜灵门 就在我刚进入税务局上班的第一天 就接到了木白和宋叔的大婚洗帖 洗帖上还用金线勾勒的 奢华又精致 主任路过我的工位时 看到情帖 挑着眉 商伪啊 你认识木白 我淡淡一笑 就是以前的同学 不熟 主任汉手 那就好 这周五去牧师集团查睡 我晚上顾影华来接我下班 开着超跑 还抱着一束玫瑰花 张扬的不行 姐姐 上班第一天怎么样 我笑夜如花 非常好 经历了两次考工 才终于上班成功了 能不好吗 我今天一天都美滋滋的 同事们还问我 为什么这么开心 铁饭了 哎 这能不开心 回家后 朋友圈上被木白和宋叔的婚纱照刷屏了 妈妈心疼的问我 蕊蕊啊 你要是不高兴 咱们去抢婚 我妈妈拍了拍我的手 你从小就喜欢木白 他人虽然也不错 但我和你爸总觉得他太冷了些 我不热 但只要你喜欢 那爸妈全力支持你 爸爸也坐在边上叹息 我认真的解释 爸妈 我真的不喜欢木白了 妈妈震惊 啊 那你喜欢顾景怀吗 这小伙子不错 那年龄就太小了些吧 爸爸也有些犹豫 顾家 爸爸和他们不太熟啊 那我明天去拜访顾老爷子 我赶忙打断 爸妈 你们别太离谱了 我干嘛一定要喜欢男人 妈妈醋美 面露疑惑 你以前的梦想 不就是当个贤妻良母吗 我在我再三的保证和发誓下 爸妈真的相信 我不喜欢木白了 至于顾颖怀 暂时还是当弟弟 至于铁饭碗的工作 他不香吗 周五 木白和宋叔大婚 妈 妈看着我还穿着工作制服 醋没道 伦伦啊 你就穿这一套 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不够隆重吧 我轻笑了声 随手整理着徽章 妈 你放心 我们绝对是今天最隆重的 妈妈疑惑 你们 我笑着汗手 当然是我们哦 全局的人都出动了 木家这账目 可是被举报到了省里 可见严重到了什么地步 木司酒店门口 木白和宋叔站在门口迎宾 木白一眼就看到我了 抿了抿唇 神色冷傲 伤蕊 你现在后悔了 我勾了勾唇 这个问题我刚好也想问你 木白吃笑了声 十分不屑 我这辈子 我就没有后悔的事情 一直紧张兮兮的宋叔 这才松了一口气 高傲的抬起下巴 看着我 蕊蕊 我和木白已经结婚了 希望你能自重 离我家木白哥哥远一些 我微微一笑 宋叔 你是真的喜欢木白吗 不管是富贵还是贫穷 宋叔斩钉截提到 那是当然 我爱的是木白哥哥这人 宋叔不高兴道 伦蕊 今天我和木白哥哥大婚 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多不礼貌啊 我眉头微醋 指着我袖口的徽章 不可置信道 你说我穿的不礼貌 宋叔冷哼了声 不然呢 别人都是礼服 你cosplay不觉得很有礼貌吗 要是没钱你和我说 我可以给你送点衣服 不笑无语了 不必了 这套衣服 是我柜子里最贵重的衣服了 这话一出 大家就好奇地盯着我的衣服 宋叔面路不屑亲密 这时 边上有人惊呼道 这不是税务局的制服吗 顿时 木白神色有冷漠 转变成了凝重 就在此时 局里的同事们也到了 普通的公务车 比不上这里遍地的豪车 但就是稳稳地停在了C位 七八辆公务车 同事们乌泱泱地下车了 我微微一笑 续就结束了 我要去上班了 说着 我从口袋里掏出了工作证 带到了脖子上 转身融入了大部队 李姐还顺手 帮我把衣服整理了下 主任走到木白面前 拿出工作证 冷声道 木白先生 有人举报你集团的财务造假 并且漏税 请你配合我们调查 现场来了不少记者 这一幕被完整地拍摄了下来 还被传到了网上 直接上热搜 粉丝们笑不活了 原来我不是开玩笑 而是真考工商案了 而且还是水舞局 这豪门在我面前 都是瑟瑟发抖啊 当天晚上 宋叔就堵在了我家门口 气急败坏道 商睿 你就因为极度我能嫁给木白哥哥 而你不能 所以就去举报他 得不到就毁掉 你真恶毒 我耸耸肩 不是我举报的 我没这么大的本事 虽说木白曾经拦截过我家的订单 但好歹父母这辈关系都很不错 不会因为儿女的事情 把他们的感情断了 但凡有脑子 都是能想到的 见我不想搭理他 宋叔着急地拉住了我的手 要我相信你也可以 除非你要你们局长把他放了 我 他是不是有点大病 我一个普通的小职员 要局长把查了三个月的木白放了 宋叔哭得稀里哗啦 人瑞 你不能这么恶毒啊 我才嫁给木白 还没有享受一天父太太的日子 他被抓走了 我怎么办啊 现在木家人都觉得是我客夫 连门都不让我进去 人瑞求求你 只要你和领导说几句话 就能救我了 不然我这辈子就毁了 我甩开他的手 怜悯地看着他 当初看小说的时候 我挺欣赏他 觉得他坚韧不拔 虽然家世不好 但勤奋努力 但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地 把日子过成这样的呢 哦 是在综艺上 他给我下半子 吸引木白注意力的时候 到自己头上了 没想到 他出来后第一件事 就是来找我 手里还捧着迪叔向日葵 这是原主最喜欢的话 他不再有以往的俱傲 而是犹豫了片刻才询问 伦伟 我们还有可能吗 我摇了摇头 木白有些着急了 为什么不行 我是清白的 都已经查清楚了 如果你是在意 我和宋叔结过婚的话 你放心 我回去就和他离婚 我娶他不是因为爱 就是想故意气一气你 经过这件事情后 我才明白的我的内心 撒娇可爱的女生很多 但独立优秀的女孩子 才是独一无二的 我低头看着手表 电影要开场了 要是迟到了 顾影怀又给闹了 这小屁孩 现在动不动就撒娇 陆腹肌 我要不早点去 他又得祸害多少小姑娘啊 于是我打断他 木白 你先别自我感动 我赶时间 让我把话说完 其实你压根不喜欢我 也不喜欢宋叔 你喜欢的不过是你自己 你享受着女生 对你阴切的讨好和爱慕 要不是我努力变得优秀了 你压根不会和我说这番话 爱是心底最深处的内抹柔软 他会出现某一个平淡无奇的下午 也可能出现艳阳高照的夏天 他是彼此对事实内抹的心计 是同甘共苦时甘甜的泉水 是在登上高峰的香拥而泣 也是世间万物最简单的样子 看着他着急解释 却又哑口无言的模样 我叹息了声 补充道 木白 我希望你有朝一日会找到你爱的人 祝你幸福 别再犯罪 再也不见 我开着车 看着他身形缓缓地消失在街道上 我不难过 因为我知道前面有人在等我 可以是顾颖怀 也可以是更好的自己 微风徐徐 今夜月色刚好 顾颖怀拿着电影票 捧着爆米花在电影院门口等着我 嘟着嘴 都迟到半个小时了 今天木白出来了 他是不是去找你了 你是不是原谅他了 我接过爆米花 轻笑 我可是被国家筛选上的优秀女孩 怎么可能会看上他 全问完